新節目接到手軟的凱樂 颱風天依舊不停工 首次與KID搭檔 聯手主持新談話節目 以18歲成年人為對象 大聊各種火辣限制及話題 一開場KID就先為他們的遲到致歉 我跟你講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是 穿著這個白色褲子 然後黑色上衣 那因為他真的是緊張到 剛剛落賽 還兩次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 剛剛有點迪雷是因為他在換褲子 在換褲子了 雖然是第一次合作 但彼此唇槍舌戰火花四射 玩起默契大考驗 KID竟然嫌凱樂胸不小 身為內衣代言的凱樂 怒嗆他要好好看廣告 兩人也預告 節目肯定是新山色 游走在尺度邊緣 他昨天說一個 我覺得還滿好笑的 因為我們就在講說 就是衣服穿太薄 然後就會雞凸嘛 他說他變成了雞凸凸 完蛋了完蛋了 現場沒笑 你們是沒血沒類是不是啊 這麼好笑的一個梗 自從簽給小豬羅志祥之後 凱樂終於圓夢出唱片 一起主持的娛樂百分百 還入圍金鐘綜藝節目獎 事業運旺盛 工作已排到一個月 只能休息一天 KID鋪料 凱樂在後台向他抱怨通告太多 嚇得凱樂急忙澄清 欸講這種 我都沒講說 你昨天在化妝室抱怨你老闆 說給我那麼多工作幹什麼啊 都不能休假 沒有 只有過年的時候 勉強可以請個幾天 我沒有抱怨 我是很開心可以有那麼多工作